我們想幫助人,不會有缺點的聲音 這是經常會有的 一方面人的懼怕 他會否拒絕呢? 他會否說些甚麼呢? 我們就會有這些聲音 我們要分辨是神的聲音 或是罪人的聲音 如果是罪人的聲音,我們就要拒絕 用神的聲音去回應他 有時有些是合理的分辨 幫我們分辨這個情況 用甚麼方法最好 這是沒問題的 但最後會否有膽怯呢? 我們就求耶穌幫助我們 先說到聖經,其實這些工具是非常好的 這個聖經工具有一個藍色底 有一個黃色十字架 開了之後,你可以搜查 如果你想看的話,可以遲些給你看 譬如經文搜查 不過有些人就經文查詢都不懂得用 為甚麼呢? 你聽過好像有那個字 但一查那個字又沒有 為甚麼呢?因為你那個排列不對 譬如說,很多人會報信與不信與不相悔 其實語文、聖經不是的 你們與不信與不信與不相悔 你只說信與不信 因為經文不是這樣的 你們與不信與不相悔 這樣的時候,你找一個 一個key word 可能有一個重點字 不信 所以我們要熟悉,即是熟悉經文 熟悉經文有兩類 一類,簡直是會念 其實我選給你的經文是比較常用的 然後有些經文我們就可能不會念 會說到的意思出來 因為如果一下子你要全部都念到 不是容易的 你說到的意思出來 都是一個程度的 一個程度的 都記得了 其實為甚麼有些人看聖經 是看完又不記得 而且看聖經好像發夢 而且不記得呢? 好重點是甚麼呢? 是你有沒有心 其實當我一初信的時候 我看聖經 這是神的恩典 我妹妹去過教堂 我就發現我書架 我都不記得那時候我去教堂了 因為我初時有帶我去一個報道會 我在報道會之後 我又表示信署 然後又收到咸修科證 然後我就發覺我書架 即是我們一起用的書架 就有一本新的聖經 我就問是誰的 原來我妹妹 她就去她教堂 但她又沒有繼續相信 我就說我要這本聖經行不行? 她說可以 那我就看了 那我看的時候 我就看到耶穌行的神跡 因為當時我真的知道神有證據 所以她行的神跡在我當時看 就好像他在眼前 摸一下核子又好 這個牠子又好又起床 我看了聖經時又會記在心裡 雖然有些我又不明白 我就跳過去 我看了之後我就會有印象 所以我在看聖經沒多久 我已經開始說聖經了 我不是很認識那本聖經的時候 我已經開始選用聖經的經文裡面 有時候有些我喜歡 我後來就順利去煮教堂 我就買了一本細細的聖經 就是這麼長、這麼闊 這麼厚的細細的新約 我當學生就去托汽水 我在等的時候就拿出一本聖經來唸 其實當我們有心喜歡神的話語 你看到一個經文 這個經文多好 你就叫自己唸 就唸了 其實以我零六十三歲 零六十三歲的人是唸不到聖經的 是比較難的 但我一樣有些經文我覺得好 我又唸了 我自己重讀重讀重讀 以及用意思記著什麼意思 然後就將經文去記得 這個就是我們自己操練到自己 隨時能夠應用聖經的華語 以及幫人的時候 可以現在在網上有很多工具 題字幕會有興致 總之一直重埋 題字幕會有毛 Kate 直播